蔡花妮 接下來我們邀請楊淑貴女士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台中市分事務所 鼎掌 蔡花妮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台中分會的前主任 台中分會的前主任 因為7月1號已經卸任了 那卸任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來參加我們這個研討會 那我記得在上個月 在彰化醫學聯盟 也是有舉辦類似的PM2.5的研討會 那我們台灣生態學會 在這一區塊真的是非常用心 不管在我們整個大環境的保護 還有我們自然生態的一些研討 都是非常的用心 非常的專業 那主婦聯盟只是一些 對環境可能污染或自然生態 有興趣的一些媽媽們 然後做生活實踐方面的工作 那接在這個機會呢 真的我是沒有準備說要上台來支持 那我想說希望藉這個機會 大家也來探討 為什麼空氣污染這麼的嚴重 那因為我自己本身家鄉是在龍井 那真的是受害者 就是我自己的親戚朋友 有非常多 真的是有患到 罹患了肺癌 那有的是肝癌 所以我對這個整個空氣污染 真的是感受非常的深刻 我想我們的政府應該有這個全力義務 他要來保護我們人民的生命安全 那不要說一直在整個空氣污染的恐懼當中 那我們的那台中呢 真的是剛剛我們的民立委 有談到很多的污染源 那要怎樣讓他污染源來減少 我想應該是從政府 他整個政策的制定是非常重要 你要做好整個污染的很總量的管制 還有我們人民呢 要怎樣來督促政府 要做好這些把關的工作 那我們要替大家一起來努力 真的很感謝各位 那謝謝 接下來我們邀請 中海大學黃宮系教授 陳比華教授致詞 請掌聲歡迎